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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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了就算了 反正這個大家就是要上班族嘛 孩子果然什麼都這個自己 不管是吃的穿的用的 根本想的不想 跟個時尚走就對了 難怪人家說孩子是上天給的禮物 很棒 然後呢 那麼為了孩子呢 我先生就說我們應該要轉業 轉一個健康一點的行業 我說那什麼是健康呢 是難道是去開個有氧舞蹈嗎 還是這個瑜伽 結果他說我們來做一個 我們來走這個有機方面的 哇十幾年前 這就已經是走在很前面了耶 當時只覺得說有機 它就是好像是最健康的 最天然的 那至少說我們如果走在這個行業 我們自己可以被影響到 我們自己也可以吃得很健康 用得很健康 穿得很健康 孩子當然就很健康囉 這倒也是 不過當初要從金融業 金融業覺得在十幾年前 那可是個金飯碗耶 然後就是真的是不了解 可是因為就像主持人剛講的啊 孩子是一個很大的轉變 對為了健康 這個真的是很重要 所以那老師我們今天真的是要來好好請教一下了 因為像有機的東西啊 有的時候不是我不想買 可是有機的東西真的貴 而且呢難免都還會在想說 我花這麼多錢買了這個有機 但也不知道它到底是不是 所以它是假的 對 或者說 多有機 對它有機到一個什麼樣的程度啊 那些的 所以常常就在那個價格的比較跟一堆的懷疑之下 到最後呢就想說 哎 就是買了又不安心啊 對 然後花了高代價呢 又心存疑慮 對 所以老師今天就要來好好地教我們一下 怎麼樣來選擇 真的不管是有機還是 呃 一般全 非有機 非有機 但重點是真的是安全健康的東西 那老師我對於啊 現在您面前擺的這一堆 是什麼咧 看起來很妙耶 對 為什麼他們都沒有這個牌子啊 沒有任何的牌子 因為全部都DIY的 全部都是自己來的 這些是什麼 好 跟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平常哦 就是柴米油鹽醬醋茶 沒錯 開門七件事裡面啊 其實真正最重要的是油 油最重要啊 真的好像沒有任何東西可以少得了油出 就算是我們燙青菜 燙完青菜之後也還是差一點油 就算是兩鼻 也會讓你整個胃口大開 沒錯 油很重要我們一直都知道 而且我們先前還曾經有過一集節目 教大家什麼叫做含飽和性脂肪酸的油 跟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然後包括它的比例調配啊那些等等 所以老師您前日 不管好油壞油啊 只要你吃一公克 都會對我們身體是一樣的熱量 一模一樣的熱量 今天不管是好的壞的 所以我們吃油盡量去選乾淨一點的油 好一點的油 對啊因為雖然說好的油壞的油 一公克的熱量是一樣的 但是不好的油對不起 它後面會附帶一整包 還附帶 後一整 會出來 那個是還挺可怕的 所以老師那您面前目前擺的油 妳說DIY油 妳油怎麼個DIY法 我想跟大家分享啊 其實我們在市面上 在台灣目前還有現炸的油啊 基本上只有三種 就是花生油 芝麻油 苦茶油 其他我們看到的油呢 尤其是所謂的沙拉油 不管你今天是大豆沙拉油啊 還是葵花沙拉油啊 菜籽沙拉油等等 基本上那些都是用萃取的 就是用化學方式萃取出來的 那老師我就想請教一個問題 因為我只要看到沙拉油三個字 我現在都會覺得 有一種莫名的恐慌 哦 為什麼 因為老師有人說沙拉油 其實裡面添加了很多 有都沒有的東西 那個真的聽說 其實我們的腸胃很難去代謝 還不如用純的 就是譬如說真的是純萃取的芝麻油啊 橄欖油啊那些 還是我誤會了 我想這樣講 為什麼會叫做沙拉油 因為不管是任何一種油脂 尤其是植物性的油脂 它萃取出來之後呢 因為它都很容易氧化 對對對 非常容易氧化 所以在這個大量製造的時候 這個廠商就必須要用各種的化學方式 把它有可能的所營養素跟雜質 保存 全部把它抽取掉 哦 所以藍油不是添加進去 是完全把它拿出來 哦 所以不管它的任何的 包括這個香氣啊 營養素啊 維他命E啊 它就有這個油脂該有的好處 都會辣掉了 那它就是剩下這個油性 就是所謂山山甘油脂 全油啊 全油啊 它只有油的功能 但是我們知道說每一種的天然物質呢 它其實是各種的元素在裡面讓它的平衡 對對對 所以如果我們只吃其中的那個油脂的部分 哦 那它 就會到我們的這個肚子裡面 其實是我們的身體就不認識這樣子的東西 它就不曉得 這個 這個東西我要怎麼處理啊 這到底是什麼 很容易就貼在管壁上 很容易就是累積在我們的身體裡面 哦 所以呢 最好如果說能夠吃到現榨的油的話 還是最好的 所以台灣 老師你怎麼找到 有這個花生 芯油芝麻油跟苦茶油 這三個油呢 其實都非常好 苦茶油呢 就是不飽和脂肪酸的油 對不對 嗯 老師可以介紹一下嗎 其實這三種啊 都是這個不飽和脂肪酸 它也都是植物油 都是植物油 老師就是 我想我先不要告訴你 直接讓你猜猜看 花生醬的感覺 這是花生油啊 這是花生油啊 非常濃 對 你們一定家裡面呢 不管有大朋友小朋友 你們一定有買過市售的花生醬 花生醬一打開來那個鋪鼻的香味 就是這一罐花生油 現渣出來的花生油 老師你這是去哪裡找到的 哦這個就是我剛剛講的是DIY的 什麼的DIY 這個大概今年春天三月的時候啊 我就請這個有機農友 就是專門種這個有機菜的這個有機農友 說你這一片田啊 是不是可以幫我種一批花生 只要花生就好了 我就請這個有機農友幫我種 然後七月份呢 花生就收成了 八月份他幫我曬乾了以後啊 他跟我說 周老師你的花生已經好了 已經好了耶 你是要吃還是要做什麼呢 所以我要去炸油啊 所以呢他就幫我呢一起 我們就載到這個炸油廠去 然後大概花兩三個小時的時間 就這樣好了嗎 你就看著這個花生呢 經過老師傅的烘培之後 真的好香 然後把它壓碎 碾碎了之後就開始壓炸 滴油 對你就看著你的油 一滴一滴的滴下來 我覺得這個 這種感覺非常棒 我們就是要把食物權找回來 把我們吃東西 你看不僅是知道 不僅是說知道我吃的是什麼東西 還要知道它整個的來源 再嘗嘗看這個 芝麻油也是 其實你們找 這芝麻油我種過 這個是在中部種的